如何杀死无限复活的武器人 他们的能力和弱点有哪些 又凭什么不会被黑剧吃掉 大家好,我是阿树 今天我将带你扒一扒 电剧人世界里非常特殊的存在 恐怖武器人 一个视频让你搞清楚来龙去脉 内容有大量的剧透 请谨慎观看 武器人从哪来 武器人这个名词 第一次出现是在漫画87画 里面提到 武器人不是人 不是恶魔 也不是魔人 那么非常特殊 是无法被黑剧吃掉的存在 目前登场的武器人里 不算电刺一共7个 分别是刀枪剑弩鞭 还有炸弹和喷火器 而他们的来历 藤本术至今没有说明 那么就先从设定上来吧 可以确定的是 魔人和武器人 都是通过人和恶魔的融合形成 只不过融合的方式不同 魔人是恶魔占据人的尸体 且意识主导方式恶魔 但恶魔可以选择 是否放出更多尸体主人的意识 因此 魔人可以是存恶魔意识的帕瓦 也可以是恶魔和人类意识 共存的三音招 但武器人不同 他们只是心脏被替换成恶魔 人的意识依然保留 这点可以从武器人50刀的经历看出 漫画36话 他很直接的说 自己被别人动过手脚 心脏变成了刀之恶魔 再加上和50刀造型相似的电刺 也是心脏被恶魔替换 因此我们推测 武器人应该是心脏 或主动或被动的 被恶魔顶替而产生 至于他们的意识主导方 大概率还是人类 因为同为武器人的50刀 和爆炸人雷塞 都存在过去的记忆 但仅仅是心脏被恶魔替代 还不能成为武器人 比如 某人心脏被番茄恶魔替代的话 咱们先不管啊 到底谁这么倒霉 但这种存在 最多只能成为食物人 因为要成为武器人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是被当作心脏的恶魔 必须和人类的武器相关 比如 刀枪剑 喷火器这样 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电刺啊 它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武器人 因为 电锯更像是工具 它应该叫工具人 总结一下 关于武器人的行程 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心脏被恶魔顶替 二是 这个恶魔需要是武器类的恶魔 好 现在考考你 和枪支恶魔融合后的邱 到底是什么 A 魔人 B 武器人 先把答案打出来 分析完武器人的行程条件 我们再扒一下它的能力 以及为什么不会被黑剧吃掉 武器人的能力 关于武器人的能力 咱们从两个方面讲 先说所有武器人的通用能力 因为武器人是人和恶魔的融合产物 所以他们继承了恶魔的特点 喝血就能复活 所以怎么打 他们都是区区致命伤 而同样是融合产物的魔人 也具备这个能力 但武器人和魔人不同的是 武器人的复活 还需要有人启动他们的变身开关 比如复活50刀要拔他的左手 复活电刺要拉他胸口的拉环 这个设定 也和武器这个概念本身很强 毕竟武器再强 也要由人来使用 其次 武器人应该是不会老的 见识光熙曾经和青年岸边是搭档 如今岸边已经是大叔了 光熙即便夜夜升格 也还是年轻的样子 真太羡慕了 另外光熙还被圣诞老人 称为最初的恶魔猎人 可见年纪绝对不小 所以武器人大概率是不会老的 并且外貌年龄 应该是获得恶魔心脏的年龄 盲擦一搏 工具人电刺永远是未成年 另外所有武器人都能在变身后 将头和四肢变成对应武器 因应武器的特点 获得不同能力和必杀机 首先是50刀 他的变身开关在左手 必杀机是速度极快的聚合展 动画第八集里就秒过球 接着是炸弹人雷赛 变身开关是脖子上的拉环 每次变身仅消耗一颗人头 有意思的是 他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能当炸弹用 头手指扔出去就能炸 非常方便 而且他可以通过在手脚部位释放爆炸 像钢铁侠一样实现飞行 必杀机我猜应该是胖刺消失术 进而分散对手的注意力 这也让他一跃成为电刺最爱的对手 电视光熙 变身开关是拔出右眼中的箭矢 没变身前 他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变身后更加夸张 而且能放出大量的箭矢 但注意他需要装填 剩下的武器人基本就是以炮灰出现了 详细实力设定为止 我们也快速过一遍 OK哥喷火器 最惨变身人长枪 绝身模样的箭人 除了最佳着装鞭子女 他们的能力和武器名对应 弱点也同样明显 如何杀死武器人 第一步是针对武器的特性进行控制 比如雷赛能变身炸弹 那只要不让他点火就能限制他 漫画中 电磁就是通过把雷赛绑到水里再打赢的 由此推测 武器人喷火器只要进入无氧环境 或沉到海底 多半也能控制 控制之后 第二步就是避免其复火 前面我们说了武器人的复火条件 是补血和变身开关 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们喝到血或触碰开关 漫画中 马骑马就是通过这个战术 伏击了雷赛进而支配他 这也是我们说的第三步 杀死武器人最好的办法是不杀 也就是放弃物理攻击 改用魔法攻击 可以理解为 类似精神控制的支配 或者摧毁他们的意志 漫画里 即便物理上强如圣诞老人 最后不还是得大喊万圣节 而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 去控制武器人 是因为他们最特殊的设定 即便被黑剧吃掉名字 但依然存在 不死的武器人 关于武器人为什么被吃掉名字还能存在 漫画里没做解释 那老规矩我做个脑洞 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知道 恶魔是带着名字出身 人类对名字越害怕 恶魔越强 比如有人害怕核弹 就会出现核弹恶魔 但黑剧可以通过吃掉核弹恶魔 抹除核弹这个名字和它过往的存在 同样 如果有人害怕恶魔 就会出现名为恶魔的恶魔 那如果黑剧吃掉它 是否意味着所有的恶魔都会消失呢 我觉得肯定不会 我们可以理解为 只要被黑剧吃掉的名字里 包含了恶魔 人 黑暗 这类电球人世界里 只带非常根源事物的名词 那么即便名字消失 存在也不会消失 我的世界早晚被黑剧吃完 而魔人和武器人 都是恶魔和人 之类根源性事物的融合 所以可能也遵循上面的规律 即便名字没了 也依然存在 我在讲黑剧的内容里提过 黑剧更像是一个 人和恶魔之间的生态守护者 是更高级存在的保安头子 他的任务应该是维持平衡 而不是清空世界 不清楚的朋友 可以看我之前的这期内容 以上都只是我的个人推测 欢迎大家评论区友好的讨论 本期内容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起了好几天 如果你喜欢这样偏深度的内容 还请不要练习手中的点赞和转发 这决定了我输出内容的方向 也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咱们下期见 拜拜